我後腰 要怎麼把他抬起來 怎麼回到剛剛那個 把他剛剛的姿勢 他跳起來了耶 他腳那個 他腳怎麼踩腳 屁屁 抬起來 可以頂另外一隻腳 他看為什麼要這樣 有點像那個 老師也不知道要怎麼頂 那個卡卡的那個嗎 這樣子 那我跟妳講 妳這樣子要我一腳起來 妳一定要叫我 讓我會去平 喔 喔 這樣 然後 有點對 那是差不多 對 然後再把另外一隻腳從下面看起來 對 哈哈哈哈 太失了 嘿嘿 很聰明 好那 我要拉起來 因為可以拉起來 可以只有我 往前往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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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起來嗎 再一次 遇到了障礙 用力往前 我要站起來了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其實重點是 威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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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說你把重量移到這邊 就很緊 那我當然我自己要一點的操作 我才幫我做這個動作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這個小朋友起來的話 真的這樣子起來 也可以啊 就是前面有東西讓他扶著 或者是叫我拉 你就不用幫很多 你就不用整個把我這樣抬起來 對不對 你可能這個東西讓我扶著 就前面那樣 然後呢 你這時候的話 變成說 你可能只是把他這個標準 往上提一點點 就直接提這個地方起來 然後就這樣起來 是 對 可是你剛剛前面這樣 的確是對的嘛 你至少不就 你都從視頻這樣的姿勢的時候 你都要變成這樣 好 好 那這樣的姿勢就有很多空間 可以做了 對不對 這樣姿勢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 你先不要這樣變成這樣子 所以剛剛是先讓我變成這樣 喔 這樣的姿勢就怎麼樣 一腳一排起來 對 對 對 然後到這邊 那你就這樣 讓他做幾次 做幾次 那你可以看 那小朋友如果是這樣的狀況的話 好 或者是 有些是這樣的狀況 上次有提到說 CP很多是這樣的狀況 你這時候就是要把他 想辦法把他弄成 重量到這邊 要移動一次 好 那再來的話 有兩種可能 一個就是 這個姿勢有兩種起來的 對不對 一個是什麼 這樣子的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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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後的話 那這就是變成這樣 對不對 或者是 或者是 你覺得這樣比較簡單嗎 還是 還是這樣 這樣比較簡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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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樣子 就是小熊爬對不對 嗯 這個有一個缺點 就是 如果說 那時候 那時候 那個Spa Tint很強的話 他要維持這樣 其實很難 他會說 會往對面做 那就變成Spa 他是蹲的 他蹲了之後 然後再 就是說 他力量不會在前面 他力量會到這邊 來幫他腳撐路 就是這樣 其實兩個差別 在於你的手 還有你的屁股有沒有 高於你的肩膀 好 像我剛剛這樣起來的話 我修的一直都比我的Pair是高 對 這樣子從側面看 這邊是比這個 要Pip在這邊 要Pip在這邊 所以我這樣起來 這樣就這樣起來 那如果是 這樣起來 然後這樣起來 有小朋友大概就三種 會有的 好 那就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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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